大家好,我是阿英在越南 这几天呢,我发了几期关于我和同宝两个人的视频 好多粉丝家人们呢,看到我和同宝的视频 说到关于我喜欢同宝这样的言论 因为同宝呢,今年只有19岁 而且他还没有毕业,根本不可能的 我想说一下,我只是想淡化一些过去的事情 而且呢,同宝对我确实也挺不错的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只想把同宝呢,当做我的妹妹 也感谢同宝这几天呢,给予我的陪伴 今天呢,他说要来我家玩 我在家等他 今天呢,和妈妈已经来到路口,等同宝 同宝那个学校呢,离我住这个地方还有点远 打车呢,得将近20分钟 好,所以说我们提前来路口等他 来了就这么啊 走吧,回家吧 你也好 嗯 就说他买给你的西瓜,不知道甜不甜 等他回家住 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 喜欢是喜欢,但是呢,以后来我家不要买礼物了 你今天还上学,然后不能胡乱花钱 嗯 其实你喜欢 Aber婶就没有钱 编买都没有钱 但是还是有钱 你不要有钱 你这样 没有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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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无级 跟着粘着了 跟着坐着吧 下不为例 以后别来买礼物了 然后我去把西瓜撒开 你们先坐着 看看你买这个西瓜甜不甜 我们验证一下 但是感觉从外表 看这个西瓜还是标不错的 挺红啊里面 可以 可以可以 藤宝可以啊 挺会买瓜的 我自己买的瓜都没有这么红 你买这瓜包牛顶 多少钱一公斤 2万一公斤 6块钱啊 越南这个西瓜呢还是挺出众的 越南生产西瓜 然后呢 西瓜也非常好吃 拿一个盘子 你们两个去那边吧 然后去那边吧 他买的咖啡吗 我还没喝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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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但是喝完 再买 千万不要再买了 以后不要为我花钱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喝 还没喝完 还没喝完 还有一包呢 这包还没喝完 我还没喝完 现在要不然同宝嘴巴是越来越甜了 同宝说实话你现在变化挺大呀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啊 以前我感觉你脾气挺大的 以前我为了追同宝呢 站在他那个学校门口 每天他要放学的时候呢 我都等他放学 每天手里面都捧着小礼物哄他开心 那可以说那个时间呢 脾气很大 然后也很高冷 但是我感觉你开始 соверш了 我感觉我感觉我感觉它 你没看过这些喜爱 你不会有一句话 我感觉你没有问我 我感觉你不觉得很高冷 嗯 所以我感觉我感觉你看到我很高冷 有什么高冷 在这里你感觉你会有慣乏 我感觉你讨历了 我感觉你不会通话 我感觉你温柏一点 你不会让我感觉你不יט嘻 但不停的 我感觉你温柔的 我感觉我感觉你太轮流 同胞你现在能这么想啊 我真的特别为你开心 真的长大了 人家都说女大十八变 一点毛病都没有 他说什么 他说我常常 同胞说他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 啥事你说吧 你老家在哪里 你老家在哪里 等一下我查一下中文是哪里 我看远不远 我查了一下地图 从胡志明到你老家 一千六百三十八公里去 我查一下中文是太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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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容我考虑考虑吧 好吧 你吃饭了吗 那这样 那就在我们家门口随便吃一点吧 家门口米饭粉都有 好吗 那走吧 我们现在出门了 准备在这附近早点吃了 童宝 你看我这段时间有没有瘦 所以说呢 不管到什么时候啊 千万不能忽略自己 该吃吃 该喝喝 这段时间很瘦碎 这段时间很瘦碎 他说呢 他说呢 生命啊 看人家 别人都不让自己吃 吃饭就吃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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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口呢 又来到这家米粉店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家米粉的 我不知道同胞喜不喜欢吃 然后呢 他点了一份米粉 然后外加一个面包 他们越南人呢 管他叫法棍 看娃娃鱼 印度的造型 谷得很严实 他很怕热 他一热了之后呢 就受不了 在越南呢 开餐 就跟对方说一句话 这是当地的英文话 同胞安根底 他是北约的 可能说 我的发音不够准确吧 他有点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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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对 还可以 这个老板呢 应该是印度人 但是他越南话说得很好 他应该是出生在越南 兄弟们 刚刚一晚通报 在我家的时候呢 他说让我陪他回家 看看他妈妈 然后呢 他也知道我这段时间心情不好 所以 他说你别说话了 吃吧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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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可以 你吃你吃 他说让我陪他回家 看看他妈妈 他也知道我最近 一段时间心情不好 所以呢 让我去他老家 通过这几天 和他相处下来呢 他用很多时间的精力 然后来陪我 我做了很多 这几天如果要是没有他 我也不知道 我会什么样子 真的特别感谢他 你吃吧 我不吃 我自己可以 由红宝这几天的相伴呢 陪我度过了几天 比较尖了好的食欲 发自内心的 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感谢他 他呢 有一个小姐起手 想让我陪他回去看看他妈妈 本应该 我应该给他回去 但是呢 还有很多思想 还有很多 我思考的事情 所以说我现在 也决定不了 说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香草呢 现在目前对我的状态 我只 我只要不主动联系他 他就不会联系我 所以我们两个人 现在的关系呢 是不冷的 但是呢 我人要是在胡子里 我满脑子都是想跑 也是发自内心的 想出去算一算 但是又很不主动 心里面还有一点 有点期待了